趴打好大一声 男子一巴掌打在女方脸上 女子也不甘示弱出角反击 两人路中间爆发口角 一言不合就大打出手 男子又是一个巴掌 女子再度出手反击 打到法哭都插点掉了下来 这起事件发生在八号凌晨一点多 桃园中立新生路德加油站前 当时这对男女在路中间不敏原 因爆发激烈口角 男子祈祷当场掌过女子 而巨大的吵架声也吓坏一旁民众 不要打架能用讲的就用讲的 我觉得打架都不好 打架其实都不好 男女都不要打了 好好讲比较好一点 不要在马路上打 去旁边一点打这样 男方打女生这个方式非常不可取 各况今天是在大马路中间非常危险 女生做自我防卫方式非常正确 路人只会在旁边录影 然后完全不帮忙怎样子 我觉得非常不可取 当下应该是要做报警处理 大半夜路中间大打出手 也当路人看了捏把冷汗 相信当时车流量不大 才能酿成更严重的意外发生 而事后双方都没有报警处理 现在影片疯传 民众纷纷表示 不顾危险 在马路上爆发激烈冲突 就是不对 现在新闻市民企黄诗涵 桃源从播导 到现在实际上 温度